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Julia 早起的鸟儿有食吃 早上已经做了鸡汤 昨天买的鸡也发不起给 记得以前在吉隆坡的时候 我就买这种鸡 我觉得味道还挺好的 一只鸡 然后我分开的 这是两个大腿 然后一个翅膀 我儿子 我儿子 前天的时候 我们都吃完饭了 回来可能也是他可能饿了吧 可能是吃的少 因为包包东西他天天吃 天天吃可能也就腻了 然后他回来以后突然说 妈妈我想你吃 我想你做了饭了 我就开始哭起来了 哎呀天呐 看得特别心疼 我说你想吃 妈妈做的什么饭呀 他说妈妈我想吃 你做的随便哪一种都可以说 哈哈哈哈 哎呀 特别特别觉得特别抱歉了 老是从这个国家上那个国家 从那个国家又回到这个国家 哎呀天呐 感到是觉得 对孩子 哎呀可能稍微有点儿 嗯 哎呀 就觉得挺残忍的 朋友也是的 嗯 处处处处的很好的朋友 就突然之间 就要离开那个国家了 他肯定要心里边 很多的不舍 又要换一个新的学校 新的环境 然后再 嗯 再接住 再再重新开始吧 以前的 而且起来以后 给他下一碗热面 里边放点 放点青菜 下碗热面 我反正喜欢 比较喜欢煲汤 哎呀 这个哈 昨天我在我在 我在那个超市里边 我在那个商场里边看到 高油市的双黄咸鸭蛋 这个 他这个高油市离我们 离我们 离我的家乡 不是太远 有几个小时吧 我记得以前你 我年轻的时候 有几个朋友 我们一起 就驾车上那边去了 就 完了以后 嗯 吃饱喝足 买点双黄蛋 就双黄的鲜 鲜鸭蛋 或者是 呃 咸鸭蛋 然后 这个挺好吃 这个 我上次在太安 我没买过 然后我一看 有找 我也不知道是哪地方出的 然后我就买 买回来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 脆脆的 特别好吃 然后我买回来以后 我一吃还挺好吃 我一看 是中国那边 然后我还买的 我这个 我还真是不大懂 这个 我调到最小的 调到最小的 满满妹 这个我昨天买的也尝了一下 也是味道特别好 然后一看是当地的 是不是 马来西亚 味道特别好 真的非常好 然后我昨天买的火龙果 这个在阿布扎比同样的牌子 在阿布扎比买的 买得到 但这个火龙果是当地的 特别甜 特别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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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和儿子吃了一个 买的 有马来西亚的朋友 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 就这个 top water 是不是可以做饭 直接做饭 我在吉隆坡的时候 当时 是买了 这个 就是买了 韩国的 一个叫什么牌子的 进化 进化水的 这个 filter 我装上了 但是冰成的水 我真不清楚 我买的 我买的水 做饭 然后做咖啡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调料 还是没买着 中国的老干妈 这个我特别喜欢吃 我喜欢吃那个 那个豆子 豆豉的那个 但是没买着 这个我特别喜欢吃 放点在面条里边 好美好一天 从自己做饭 风一珠时开始 谢谢 谢谢 祝你们大家一切都好 首先咱们健康 健康平安就好了 谢谢 拜拜 拜拜